上一條慢煮片我們解釋過慢煮的缺點 慢煮對一些肥膏或肥肉起不到反應 所以今集我選擇用一個4吋厚的西冷 去做一個比傳統方式煎出來或焗出來更完美的做法 效果會像你們看著這塊肉 切出來的時候要看到肉很滑 醬汁是一直擠出來的 我答應各位觀眾 我會在慢煮片中解釋慢煮背後的意思 以及我們在做什麼事 我們首先講一講材料 我們有4吋厚的西冷 3-4反的蒜頭 適量的黑胡椒粉和鹽 這些Thime 百里香 我們用到3-4條 西冷其實是屬於Loin的一種 所以它叫做Sherloin 表面會有一層肥膏蓋住 中間會是肉 大家平常買到的西冷牛扒 其實是一件Sherloin 一條的Sherloin 根據大家指定的厚度切出來 又或者它會預先幫你切開 大約是1吋至1吋厚厚 因為這些厚度 我們是最容易用傳統方式 放鑊 猛火煎出來 而且那個效果 都普遍可以接受 這個原理其實是可以用 熱傳遞的理論解釋出來 我再一步解釋之前 都要跟大家說 怎樣做 我們用廚房紙張 在表面印乾 然後在表面加粥鹽和胡椒粉 多一點也不要緊 我繼續講 所以慢煮Sauvet 對一些大燕的肉 是很明顯起到功效 當然 你這麼大件的肉 是可以用焗爐去處理 但到最後做出來 Sauvet做出來的效果 會是比較優勝的 如果你明白 或者你試過Sauvet 你一定知道說什麼 之前的頻道動向 答應過大家 我會用簡單方式 解釋一下 究竟我們在做什麼事 如果你不想聽 可以直接飛出去 時間會放在下面 大家要明白 慢煮是一種科學 如果你不相信科學 你其實應該考慮一下 究竟應不應該進廚房煮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說什麼大火 小火 微滾 其實全部都是跟溫度有直接關係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 就當是一種練金術 根據某些步驟 到最後會得出一些真理 都是差不多的事情 其實慢煮背後發生什麼事 今集我會用三個 term 圍繞著這三個 term 去盡量解釋 希望大家到最後會明白 第一個是多汁 Juiciness 就是我們咬的時候 爆多少汁爆多少少汁 我們用這個來衡量 究竟它多不多汁 第二個是軟度 Tenderness 就是你咬的時候 需要用多少力去咬它 你越難咬的 就越銀 越容易咬的 就越軟 然後最後一個 Mylar reaction 這是一連串的化學反應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都會常常遇到的 然後我們簡單介紹一下肉 肉其實是屬於一些肌肉組織 通常生物動物人一樣 用它來支撐身體 又或者進行動動 我們平時所說的grain 那些肉紋 即是要翼紋 順紋切 那些肉紋 其實是肉裡面每一條 肌肉纖維 然後讀Bio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那些肉 其實是一些碳水化物 當中的水分 佔七成左右 所以越生的肉 理論上是越多汁 即是越juicy 肉裡面都含有蛋白質 所以在煮食過程中 蛋白質會隨著溫度 而改變它的性質 我們叫這個步驟 叫做蛋白質質變 普遍肉是不能生吃的 我們要煮熟它 煮食過程中 我們需要用到較高溫度 例如煎、煎、炸、炸等方式 煮的時候 肉本身的水分會隨著溫度 由這些纖維滲出來 滲到肉的時候 我們叫它做肉汁 再高溫的情況下 這些汁會離開肉的本體 所以我們煮食或煮食或炸 到最後的肉 是會比原先小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打火鍋的時候 你用一隻帶子煮 煮到它過濃時 到最後的帶子 會縮得很小 這就是當中的原理 所以可以解釋到 當你用高溫去煮一些食物 或燜食的時候 肉的汁會走出來 去湯裡 你想想煮湯 當你煮完湯之後 湯渣會不會有很多汁 相信不用特別多說 所以當我們慢煮的時候 我們是用溫度去煮熟肉 而且我們想限制肉 不要漏汁出來 這個步驟就可以令肉多汁 右邊圖我特意給大家看 經常有人說 牛扒煎完後 為什麼有些血水流出來 其實那些真的不是血水 那些是牛肉 你煮熟完肉 你不休息 都不夠時間吸收 你切開它 自然就會有紅色汁流出來 其實這些真的不是血 好了 我們加快一點點 一件肉 影響它軟軟軟軟 有先天因素 第一 切割部位 它有什麼位置 是否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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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是膝蓋 或是面部的位置 或者是養的時候 它是可以外出跑 還是你困住它 還是它是吃草 還是吃飼料 這些都是影響 肉軟軟軟的先天因素 好了 我們說後天加工的因素 到底做軟軟軟軟軟軟軟 用蒜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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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cự形 也可以令肉變軟 我們用炆牛腩來做個例子 我們用明火炆牛腩, 通常都是大約85度 假設做兩個小時, 肉相對比較少汁, 但會軟 假設我們低溫慢煮到65度兩個小時 割肉一定會多汁, 但肯定不夠軟 然後我們說高溫加壓, 壓力煲 假設水溫去到110度, 煮到45分鐘 由於這個溫度令到裡面的水份走出來 相對比明火少一點汁, 但一定會軟 用明火炆兩小時 如果慢煮怎樣做到軟身呢? 我們用長時間補償這個東西 去分解當中的骨膠原, 變成明膠 讀過法學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是什麼 其實你當作是一些組織, 打散它 從而改變它的法學結構 所以大家要明白, 如果用傳統方式去炆一件肉 你要越多汁就不能太軟 你要太軟就很難做到多汁 這個是電律 然後我們說梅立反應 梅立反應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 你要明白, 慢煮完一件肉 它有多汁有軟的時候, 但不漂亮, 好像煮完那樣 但這個不是重點 它欠色水, 香味, 和一些燒焦的面 即是我們吃牛扒的時候, 你想吃到的東西 我們要做這件事, 就要觸發一個反應 叫做梅立反應 當我們煎牛扒的時候, 你要知道我們想去焦邊 想去香, 想去肥膏分解 要觸發這個反應 首先要知道它的表面有沒有水 而且這個油溫, 或者溫度也夠高 13度以上 它的溫度越高, 它的反應就越快 然後第三個條件, 它的酸鹼度 PH值要高 最後這些條件才會令它表面有焦和香味 這個和煎煙肉的原理一樣, 每一個條件換足不到都發生不到這個反應 由於我們慢煮完的肉比較濕 和低溫 它表面的水份需要去到100度 然後水份由液態變成氣態蒸發之後 才會發生到這個反應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說用慢火去完成一塊慢煮完的肉 你應該用腦筋去想想說這東西對不對 最理想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用最快速度去觸發這個反應 而且盡量不影響肉裡面的效果 即是熟的程度 如果不是低溫慢煮來做什麼 怎樣加速煤熱反應呢 有好幾步 第一樣, 你可以將它表面引乾 然後放鹽去調味, 因為鹽會將它的表面水份抽走 下鍋煎的時候油溫要夠高 因為油溫越高 你放夠肉下去的時候油溫都不會跌得太多 你盡量想保持在130度以上去觸發這個反應 所以生鐵鍋或者煮鐵鍋為什麼感受廚師歡迎呢 因為它本身的物料可以儲存很多熱 熱是能量的一種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讀同科的, 你應該知道我說什麼 所以不鏽鋼或易結鋼在這個情況之下發揮不到它的功效 至少你不能夠跟生鐵鍋或者鑄鐵鍋比較 所以可以收期 根本大家都不是那樣 而且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易結鋼的製造是有溫度限制的 最後, 今天我講的內容只是代表本台的立場 跟其他煮食頻道或者慢煮頻道是沒有關係的 啊, 不起物插 但我也想大家明白, 煮食真的是一個科學 如果你不相信科學的, 你應該要考慮一下 去相信 希望大家有問題的, 隨時發問吧 我答到一定答 我們之後再解釋多些煤蜂反應或者異性的問題 好了, 我們可以開始煮食了 我們用一個鍋子放油 大火燒熱 當我們鑊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牛肉放進去 肥膏放進去 我們煎香肥膏表面 煎到它變色之後 就煎到另外幾邊 不用擔心, 這麼大塊肉是不會煎熟的 我們主要目的是把表面上色 當你煎香了肉表面 你慢煮的時候, 肉會吸回自己的香味 相對做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你記得這個步驟和煎鋒的原理沒有直接關係 煎完它不代表水分會不流失 這是錯的觀念 如果你問我煎多久, 我會說每邊煎一分鐘 然後就拿出來備用 然後準備一個慢煮適用的物質袋 我們把它的頂部捏一捏 它的袋就會挺身一點 把肉放進去, 打側放低 我們在肉的兩邊放兩條 然後就可以蓋上蓋子 抱歉 然後就可以把空氣蓋走 我們準備慢煮水溫, 攝氏55.5度 我們把整袋放進去 煮多久呢 Exponentially煮6個小時 旁邊那塊是叉燒 今晚開派對 當牛扒煮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四解蒜頭 剝衣把它拍開 拍開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別切碎 我們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把慢煮完的牛 我們拿出來用廚房紙把表面印乾 印乾一點才可以 trigger 到這個煤蠟反應 大家可以再放鹽 但因為剛才我已經用了鹽, 我就免得再放了 我們用一個適用的煎鍋 然後放適量的油 用最猛火, 把整隻鍋預熱 預熱的途中, 我們可以把蒜頭放進去 你放下去, 肯爆一下 的時候, 就把蒜頭推到最盡頭 然後打斜的鍋 我們把油浸在蒜頭上, 把它炸香 這個時候, 油就會有蒜油的香味 油溫會一路一路升高 出煙的時候, 可以把牛扒放進去 皮向下, 我們把皮 不是皮, 不是皮, 脂肪 我們把脂肪分解 我們盡量用油溫, 把脂肪溶化 脂肪在動物的角度是用來保溫的 所以脂肪煎焦一點, 也不會影響肉的 所以你煎到它 脆脆的, 才可以反轉 每一邊煎它40秒 為了漂亮一點的pattern, 我就不會20秒拌它一次 令到它有格仔的紋 然後煎到另一邊 反之前, 可以把時間放進去 因為太早放時間, 時間會焦 所以我們就把一邊到一邊 如果有些位置真的煎不到, 再加一加 到最後, 我們再煎多一次 脂肪 不是, 脂肪 我經常說脂肪 這個時候你的廚房會很香 所以這個就是煤蠟反應給我們的東西 試想一下你的肉慢煮完之後 就算你 medium rare, 你不香, 你也不想吃 我們令到它的表面更加焦, 更加脆 我們就用火槍再在脂肪上再燒多一次 目的就是令脂肪盡量分解 這個步驟是optional的 但是如果你們有火槍的 儘量令到這件事完美一點就好一點 燒多久, 見人見智 總之你不要在那點燒那麼久 平均一點就OK了 完成之後, 千萬不要馬上切 你燒多久, 煮多久, 休息多久 到最後你就切 每一刀切下去, 你都會看到一些汁是驚人地爆出來 但爆出來的汁就不是血水 又或者你們所說的, 不是你們所說的血水 真的沒有那麼多血水 所以曾經有人說, 萬煮是小玩意 無用, 或者爛人用的東西 這些我有點保留 雙尾之下 有蓋子蓋上 煎餅, 或者是自動炒鑊 我更加見不到有什麼用處 希望大家會明白我所說的意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感谢观看